政府人员带队走进离家分农舍 要进行证量 媒体从墙外拍摄 却被喷得满身湿 农舍里的工人拿起水管 就往摄影及喷水 还不忘高举雨伞挡镜头 那结果我们来的时候 到时候已经凉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犯法 不知警察傻眼 媒体也差一点扑空 因为前一天 运林幸福通知媒体 隔天早上十点丈量 却在八点零五分就到场 提早将近两个小时 一群人在八点四十五分 丈量完毕 只花了四十分钟 为何突然提早丈量时间 国康乡公所跟建设处的说法不一致 但是更夸张的是 幸福竟然只有正量农舍一楼的建筑面积 二三楼没有查看就离去 甚至根本没有进到屋内 韩国瑜夫妻委托律师参与会刊 初刊结果 原农舍的竣工图跟建物现况有差别 实际正量的结果最快二十号出炉 虽然云林幸福强调一切依法处理 但是连正量时间都可以无预警提早两个小时 被外界质疑难道是为了善病媒体的调虎 离善之际 3091096亿德 有您的报道